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幽远历史中款款走来的歌老族 保留了其独特的民族文化 古朴典雅的甘蓝市民居 适样纷繁的民族服饰 以及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三腰台 无不诉说着歌老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 而今天节目组来到的 位于道真歌老族苗族自治县玉溪镇的三木坝村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村内浓郁厚重的民族风情 与如诗如画般的自然景观交相辉映 共同诉说着生机与活力 今天我穿的是一身歌老族小伙的服装 大家看看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的精神 穿着这一身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 融入到我旁边的这一片 鸟语花香的世界当中 我的美丽乡村桑木坝村之旅 就从这里出发吧 在歌老族历史悠久 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中 有一种经久不衰的饮食文化 吃油茶经千百年流传至今 仍是每一个歌老族人心中特殊的存在 而说到油茶的制作 就要从采摘新鲜的茶叶讲起 一排排茶树沿着山市绵延伸向远方 绿海绵延 茶海扬波 茶叶的香气弥漫在空气当中 仔细一闻 感觉每一口空气都特别的惊人心疲 听说这里产的茶叶十分的特别 此刻我也是迫不及待的 想去一探究竟了 你好 冰冰 你好 哇 我刚刚在山下 我就看到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姑娘在采茶 欢迎你啊 今天 冰冰 我觉得你今天穿得好隆重啊 是的 那么因为你来了 咱们尊贵的客人呢 所以我要穿这种隆重的服装来迎接你 谢谢 谢谢 就是迎接客人要穿这么隆重 那我呢 我这一身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这也是咱们当地的歌老族的服饰 就歌老族的小伙都得穿成我这样 但我一直有个疑问 我这两天是什么 就感觉我一直都在晃动 因为以前呢 咱们先祖在农作的时候 为了方便能够擦汗 所以呢 就这儿放了两张小帕子 然后来擦汗 哦 我明白了 就是原来就大家在采茶的时候很累很辛苦 对 可以用来擦汗 但是现在取不下来 只能用手来擦汗了 是的 是的 这个茶叶每天都会来采吗 是的 基本上每天都会来 哦 能不能教我一下怎么来采茶 可以 首先先把你的手 大拇指和食指放在一起 哦 然后找一下咱们最嫩的那个尖上的茶叶 对 然后用手一转 为什么要转一下呀 要保护咱们的茶根 哦 这样才能使咱们的新茶叶能够正常的生长出来 同时呢 咱们的手的力气 大拇指和食指不能太用力 哦 忽然这样的话会把咱们的嫩茶叶给剖损了 所以这个采茶啊真的是一个细心的活儿 没错 一定要小心 而且还得呵护好每一株这个茶珠啊 尽数高超的茶农不仅可以保持芽叶的完整 新鲜和云静 还不容易伤及茶树 最大程度保证了茶叶的品质 你们在称呼你的 比如说有一个小伙子来 你是怎么来呼喊他的 嗯 那么我们这呢 在当地呢 我们有一个称呼 也是昵称 叫唐二 那我们来模拟一下好不好 那这样 我叫你唐二的时候 你称呼我妖闷 妖闷 哎 这个我记得就是在四川话当中又有一个 妖闷 我们平常吃火锅的时候会喊这个 对 没错 那么以前呢 咱们川前鱼是一家嘛 所以我们有一些称呼呢 可能会类似相同 因为大家生活习俗比较像 所以方言有些是共通的啊 对 没错 那我们来模拟一下 好 准备好了吗 哇 深呼吸一下 准备好了 唐嘞 鸭门 哇 很棒 哎 顿时感觉就融入到了这个环境当中了 毫无违和感啊 太漂亮了 来 我们继续来采茶吧 整齐的茶树吐露出闷绿的心芽 茶农们动作娴熟地将一颗颗芽间踩入楼中 碧绿葱脆的茶山上随处可见这般热火朝天的采茶景象 带着刚刚采摘的新鲜茶叶 我找到了当地茶叶专家博为亮 让他评价评价我的劳动成果 你看我今天采了一些这个茶叶 因为我也不是特别会采 刚刚冰冰教我的 你看采的怎么样 鉴定一下啊 采的都挺标准的 都是一二二页 对 如果一百分打个分的话 您能给我打多少分 可以打九十分吧 九十分不错 很好的 采的很好 不是说您今天就是专门来看茶园吗 对 我来看一下这个茶园 技术指导 那现在我们这边的茶有什么特点啊 我们的这边 土壤里面富含锡和氏微量元素 然后我们的茶叶 它里面也含有这两种元素 尤其是说到这个锡 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癌细胞 有一定的移植和抵抗作用 明白了 所以要吃到这个含锡量高的食品 其实吃是一方面 喝茶就可以解决了 对吧 对的 西南茶区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茶区 拥有典型的高海拔 低纬度 多云雾 寡日照的特点 加上当地处于国内含有的 富西富斯地带 这里出产的茶叶 品质上成 香味持久 色泽明亮 更是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名称 是不是种这个茶园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 也是有帮助的 对的 像我们的生态比较好 它就我们的茶园的生长 提供了优质的环境 而我们的茶园 它种好以后 它也为我们这个生态 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所以说 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环境 跟我们的这个美丽的茶园 基本是融为一体的 对的 相得一张 哇 太好了 茶产业作为绿色生态产业 不仅能够含养水源 改善土质 提高氯化覆盖率 还为当地带来了 不菲的经济收入 走在桑木坝村的各个角落 都能看到漫山的茶树 这里几乎家家种茶 人人吃油茶 制作油茶 关键在于茶羹 而茶羹的制作也十分考究 炒清后 再经过高温油煎等多道工序 带到香味微熏 再往锅里放入适量水 继续熬煮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咱们的这个铲子呢 换成咱们木瓢了 这个小木瓢太有意思了 这是当地的做的这种小木瓢 对 没错 然后咱们就得用这个压一压咱们的茶叶 把它压碎 对 不然咱们喝的时候的话 就是一整一整片整片的茶叶了 这个手法相当娴熟啊 经常应该做油茶 咱们哥老族不会做油茶的话 那就不叫哥老族了 想来试一下吗 可以啊 来 拖出来的这一面呢 然后来打圈的方式 现在我们已经熬制成了咱们当地的茶梗 哦 这个叫茶梗 对 那么我们呢 在熬制油茶的时候 会放一些佐料 比如盐 麻椒粉 然后咱们当地熏的腊肉粒就可以了 听起来已经食欲满满 那么这个呢 还是咱们三腰台中第一台的茶席 哦 能不能带我去品尝一下 当然可以 走吧 走 三腰台 即席分 茶 酒 饭三道程序 是各家人最隆重的一种时俗礼仪 每逢贵客来到 都会用三腰台招待 以示尊重 这一流传了上千年的文化习俗 还在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远方来的卡人鞋 该您团队的亲戚朋友 大家为了来哈 三腰台 开洗了 地台 茶洗 茶洗以喝油茶为主 再配以十多道国品糕点食用 一位客人接风洗尘 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啊 你看这儿白碗和筷子有一个 那几个方式是吧 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寓意呢 这个呢是寓意了咱们的团团圆圆 哦 团团圆圆 对 外方内圆 对 太好了这种寓意 来 可以品尝了 这个油茶里 大家看到这个油茶可能就觉得比较香 但是我觉得刚刚喝的第一口有点苦苦 对 有一点点带苦的那种味道 但是喝完以后呢 喝完以后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 我再尝一口啊 嗯 喝完以后的这个回味 还是有一些些甜的 对 它会把那种茶叶的甜味所保留 嗯 太好了 这就是我们刚刚做的那个茶 没错 然后熬制成的油茶 油茶不仅味美 且风味独特 淡淡的绿茶清香 裹着油的香味 既能解乏提神 又能裹腹 已经成为各家人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伴随着浓郁的民族风情流传甚广 以腰台 擦孔 咱们的喉喊已经喉了以后 咱们得放下筷子 哦 待会咱们这些食材呢 都得撤下去了 现在就第一期已经结束了 对 咱们的第一台就腰台了 哦 腰就是停止的意思是吧 腰台它就是结束和完成的意思 第二台 第二台酒席上清香醇和的滋酿酒 加上十多道琳琅满目的下酒菜 以为八仙醉酒 一辆杯酒来慢慢争啊 行为哪个人从哪里来啊 我还没说完 我还没说完呢 如果你不去推咱们姑娘的手的话 你只需要喝一杯 刚才你已经碰到咱们姑娘的手了 得喝三杯了 我也帮不了你了 啊 这还有个陷阱在等着我啊 对啊 赶紧吧 三杯酒啊 对 所以现在我不能再碰它了吗 再碰就是六杯了 我就得这么喝酒啊 对 好三杯 好酒量好酒量 哇 三杯白酒 如果我刚刚不推它的话 我就只要喝一杯是吧 我都还没说完 你就去推了 我看一看 我现在眼前还没有冒心声 来赶紧吃一点菜 尝尝菜 第三台 第三台 即为正喜 寓意酒足饭饱 酥扣 灰豆腐等酒碗四盘佳肴 吃碧便是三腰台 又是满满的一桌啊 对 我这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再加饭十四个 我们从哪个菜开始呢 先来咱们这个吧 豆腐果我建议你吃 是咱们当地特色的一个菜品之一 豆腐果 对 嗯 味道怎么样 不错 咸咸咸的而且很香 它在制作的时候都是经过用那种木材灰把它炒制而成的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 对 在其他地方都不能吃到 对 超好吃的 这个呢 这个是咱们这儿的特色之一 锁子肉 因为它呢是经过翻炒像锁子那样筛一下筛一下的 哦 就是每一块肉都是精心制作的 对对 嗯 也不错啊 真的是 这个肉是入口之后啊 虽然它有肥肉但它一点都不腻 跟我们平常吃到的红烧肉啊 或者我们吃到的其他的那种扣肉啊都是不一样的 对 嗯 而且加上这个辣椒之后 在口腔当中特别的香 嗯 没错 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 当地将三腰台习俗融入乡村旅游 让游客在吃中体验传统民俗 感悟民族文化 让分裔文化绽放全新的生机 哇 刘师傅您刚刚这个喉喊真的是太有传统力了 这个是需要练习吗 平时练习多了就自然会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三腰台呢 相当于给我们这个村里面啊 辅助性的输入了一种非常好的文化 而且呢这种文化呀 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游客 所以它是一个互补性的作用 对对对 这个游客呢也给咱们的收入增加了不少 哦收入也有很大的提升啊 所以您才笑得这么灿烂 未来我们的三腰台这个文化 会向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我们的话大力的推荐 争取面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然后让观众朋友们都来体验一下 咱们哥老族的三腰台文化 太好了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今天这一趟旅行太充实了 它不仅仅只是一趟美食之旅 更重要的是一场文化体验之旅 所以说要谢谢你啊刘师傅 欢快偏仙的民俗活动 热情好客的民俗文化 不但让游客感受到独特的民俗风情 也唤醒了歌老的民族记忆 在发扬民族特色的同时 成就了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古归古剧礼节庄重的三腰台时俗啊 让我感受到了非常独特的美食文化 如果说意愿深厚的美食文化呢 代表了歌老族乐观开朗 热情好客的性格 那么惊险其绝 刚猛独特的高台武师啊 则是歌老族锻炼筋骨 展示气魄的特殊舞台 也是歌老族文化景观中 又一个闪光的亮点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 他们的故事 高台武师早年间有民间艺术表演者 在农家饭桌 因漏旧简搭建高台 展开武师而得名 凭借高超的技艺 独特的观赏价值 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已经成为歌老文化当中 一大重要标识 二位老师太棒了 我刚刚看的是木凳口袋 尤其是在上面的时候 真的为你们俩捏一把汗 因为有一个特别惊险的动作 就是两个脚在一个凳子腿上 哎呀我觉得如果稍微出一点点问题 可能就会出现意外 你们平常是不是经常会训练 那个高难度的动作 对像我们的话都是六岁开始学艺 就是跟父辈一起学艺 像我们的话都现在是第十三代的一个传人 第十三代传人 主传传下来第十三代 哦所以有记载的 爷爷都是做这个的 对对对 主传都是这样 真的太棒了 而且我看这个这个狮子头啊 也特别好看 嗯 这样我教你几个 可以可以我可以 简单吗 简单简单比较简单 我教你最简单的 手拿到这里 然后呢 然后呢 要蹲马步 哦 来董大哥咱俩配合一下 对对对 向左转 向左转 向右 向右转 对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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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左转 我觉得祖神跟我们学的话 我觉得很快 哦 没有 主要是师父教得好 真的太不容易了 其实就刚刚一小会儿的时间 我就觉得里面真的不容易 很闷 空气很闷 而且你要在里面 像这么高难度的动作 你要在里面 这个脑子要特别的灵活 随时来调整自己的步伐 包括还有上下 真的不容易给你们点赞 谢谢 高台武师表演 没有任何保护设施 动作及高难弦等特点为一身 一招一式 靠的全都是真功夫 百余年祖传记忆 让董继续从小结下武师情缘 虽然辛苦 但是他乐此不疲 董老师 我看你今天是专门来到学校来演出 你经常会来学校吗 对 因为我们就是经常的 送这个飞仪到乡下 送飞仪到学校 让这些学生呢 感受我们的一个飞仪的这个文化 让他们也有兴趣 给我们一起传承飞仪文化 太好了 我觉得董老师不仅自己热爱艺术 而且把这种艺术而普及到了校园当中 我们的丝头啊 你看它长相 跟丝不跟其他的丝子不一样 还真的是啊 我们其他拍戏的丝头我们也有 但这个呢 我们是用自己做的丝头 自己做的 我可以邀请主持人到我们仓库 到我们的基地去看一下 好嘞好嘞好嘞 高台武师 这项拥有历史积淀的优秀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宣扬孝道 起伏驱邪的传统文化 开始转型提供商业服务 而董继续在继承与发扬中 成为了高台武师的代表人物 哇董老师我今天来到你们家这个仓库里啊 我觉得真的是感触很深 这是您精心收藏的吧 对有很多都是我们收藏的 都是我们曾经的 呃练的时候把它练坏的 哦坏的 所以这后面都是这个董老师的灼灼战绩啊 我们这一个这个村啊 就是全是以前都啊 全是嗯 学这个武师的 都是会武师的啊 但是到20年以前的话 因为这个大家都发展经济 要出去挣钱 说很多呢 包括年轻人就放弃了这一块 但是呢 最后呢 包括我们自己在那个技术方面 有些改革 就是自己有些提升 包括就是这边政府呢 也是对我们这块也大力的很很支持 那所以呢 他们也给我们介绍一些 呃就是业务方面的一些 推荐一些 所以我们呢 现在的话收益还可以 10年时候我们自创了一个传媒公司 所以现在应该是以我们的高台武师为一个小的基础点 然后向外延伸 然后搞成了 我看现在我们的仓库里有很多都是专业的演出设备了 对对对对 就非常好啊 收益也很好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民俗也面临着许多无法回避的困境 不过 不过非一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传承 总继续不遗余力地传播民族文化 向更多的人秀出高台武师 让孩子们喜欢传统民俗文化 才能让高台武师得以代代相传 今天身着各老民族服装的我呢 体验了一把醇厚浓郁的民族风格 那么线下民族服装的我又会有怎样的奇遇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 现代的科技农业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和发展 这家集研发 栽培 加工 销售为一体的 高科技食用菌工厂 每年产值超过三亿 车间里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忙碌着 每天都有130吨的杏鲍菇 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占据了西南80%的杏鲍菇市场 现在这里面是接种 这个是前制度接种机 原来要差不多50个人才能完成这些任务 现在这要8个人 那就是极大的作减了人力的成本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液体菌种培育罐 你看这个就看得到的 这个就是液体了 哦 看见了 对 它在里面就是一直在发酵 因为别人的才有400克到450克一包的产量 我们是有600克的产量 所以产量比别人高了近百至五百个人 对 还有是这个降低污染力 我们现在的污染就是达到万分之一 你这样按照常规化的 它那个固体的 那它那个污染就占百分之几了 大姐姐好 好的 好的 我刚刚看了就是跟萧厂长过来之后啊 我觉得您的动作是最熟练的一位 没有 那姐我看我眼就是我面前啊有三个框 这三个框里的这个菇的大小好像不一样 这有什么区别吗 肯定有区别了 那个是我们的特大菇 这个就算赤菇 这个是菇片 所以大姐的活很细致 要把这些菇分成不同的品类 放进不同的框里 对 这座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落户桑木坝村后 为村民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较高的工资待遇 再加上挣钱雇家两不务 这里已经成为当地村民物工的首选之地 我们未来规范之后 我们已经等于说增地了520宝 再建两个半这么大的城 还有两个半是再建的 再建有300吨一天 我们这个是130吨 所以说再建的和现在已经拥有的 以后每一天就将近有500吨 销往全国各地的市场 尤其是西南片区 对 我觉得来到这儿 科技的力量在整个的这个企业园区 体现零离尽致 所以我真是觉得 因为有了这些很好的科技的力量 才能够助力我们这些 看似很小的这些杏鲍菇 走向我们更大的餐桌 为大家共同来享用 创新型现代农业工厂 助力乡村振兴 古老神秘的哥老文化 为乡村旅游添砖加瓦 走在如今的桑木坝村 风光移腻 人文静润 成就了一幅人山治水 人节地灵的 美丽乡村新画卷 桑木坝村在哥老民族文化的渲染之下 让这里的旅游经济变得越发的红火 而现代化农业工厂的入住呢 也让这一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焕发出了科技创新的活力 古老神秘的哥老文化 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 让桑木坝村处处示景 描绘了一幅幅产业新 旅游旺百姓富的美丽新画卷 好了 下期节目我们还会遇见哪些美丽乡村呢 敬请期待